没有解剖基础,能学习动筋针吗? 这个人呢就是脖子疼,脖疼,你问我在哪儿扎,我还真说不好,因为呢没有动态检测,我看不到他哪个动作障碍,那我就不知道啊,你究竟在哪儿下针,比较更准确,我们讲究的是精准治疗,精准治疗呢,我们就是每扎一针有一针的效果,每一针呢都不白长,因为这个动静针呢反应成本比较高,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初级阶段,生产的量比较小啊, 所以他这个技术啊,还是比较繁琐啊,所以成本稍微高点,但是呢比其他针区呢还是便宜,如果你一次只用三五根针,可以成本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啊,那么那你说刚才第二个问题,他这个里面涉及到的就是解剖这块,那说我这个解剖啊没学啊,我能不能找到这个把点呢,其实呢不要担心,关于解剖学这块呢没啥难的啊,首先呢我要说这个解剖学呢, 不管是你啊,就所有的咱们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,包括西医的,他也没学过肌肉解剖,特别是这个肌肉解剖,那这部分呢都是咱们自学的,说全身呢有六百块肌肉,那我们怎么学啊,六百块肌肉我得学几年呢,其实不用,咱们就说跟针灸有关的啊,针灸医生用到的肌肉, 我这本书里呢介绍呢,咱们是八十七块肌肉啊,所以我就说咱们这个八十七块肌肉这里面啊,你都整明白了啊,其实也不用特别的啊,就是清楚 你只要把提支点和运动功能搞清楚了,基本上啊,你就能能找到了,八十七块肌肉全身呢,就足够了,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,一个针灸师了啊,所以呢,我就说呢,这个解剖,而且呢,我讲的这个解剖, 是针灸医生特定的,临床有用的解剖的知识点,我会跟大家交代,怎么样竞争,怎么样的来啊,这个,找这个点,他是怎么样去,去诊断等等的相关的呢,啊,都会在这个课程里面去接受,那么呢,那你说我这个还是记不住,记不住呢,那也没关系,像我们讲警部,今天英国这个,英国这个, 那警部,我就要求你记住,四块肌肉,其实就已经够百分之五十了,我们一共设计到十块肌肉,那你要十块都会了也行,你不会你就,头颈啊,你四块肌肉能把握了,啊,那也就非常好了,你说这四块我也记不住,哎,哇,咱们还有傻瓜真法,傻瓜真法,什么叫傻瓜真法,简单了,我不管你哪疼,也不管你哪块的这个,呃,活动障碍,你不就是脖子吗,啊,但首先是 脖子疼啊,脖子有脖子的傻瓜,肩有肩的傻瓜,啊,膝关节有膝关节的傻瓜,腰也有,啊,每个部位呢,咱都有傻瓜真法,就是说,你比如说风池,学偷风池,风池偷一风,扎进去一活动,哎,很多警部疾病都解决了,那这个方法呢,我觉得就非常的,啊,可观,啊,可观,所以呢,呃,不用担心解剖的问题,解剖呢,你能学多少,有以前有机器, 没有基础的,那最好,没有基础的,如果能跟上我们这个课程,那也就够了,啊,如果你自己呢,再,啊,认真一点,再去学点课外一点,那就更好了,那就等于说你在这个方面,你就能够,能够完全把握了,啊,不要担心,咱们这个,学员里边呢,我可以说,啊,呃,称之不提啊,知识结构,年龄段,知力,都差别很大,比如说期望网的这个学员, 有这个,这个主任医师,副主任医师,博士,硕士都有,还有零基础,你说这课讲起来,费劲吗,非常费劲,但是呢,哎,他们都说能够受益,都能够接受,就零基础的,我们在对话东京真理,第几期,第九期,还第几期,啊,有个北京的一位,啊, 他是一个针灸的,中医的爱好者,他还是北京奥运会的一个,志愿者,哎,他就来学习,结果呢,他学了以后呢,他的家人呢,朋友啊,都受益,当然他没有知道,他不能够给别人扎针赚钱呢,哎,他姐姐自己家人的健康,哎,也非常开心,他还做了分享,也非常好, 所以零基础都能学,就咱们这个水平,啊,工作这么多年了,又是科班出身,没有啥学不会的,只要是跟上课程,或者自己呢,稍微用点心,而且每天呢,还在临床吗,你就试,我讲完一个,你就试一个,所以英国那个班呢,就很有意思,我第一次讲完了,他们就,就试了,照猫画虎,照虎的画标,已经呢,我颈,颈椎还没讲完呢,人家就知道腰了,知道膝盖了,啊,就是说呢,一同百通, 一同窗户子,其实呢,你可能啊,听完课呀,你就懂了,就懂了这些细节问题